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阳市广武镇就是楚河相争 正好我们象棋嘛 这还有楚河汉界 四个字 也有一种传说是象棋是韩信发明的 江音也多次举办了韩信碑 所以说也感谢这些地方的有识之士 能够对象棋文化这种推广和拓展 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好 我们来说对局吧 对 双方是中炮对屏幕马开局 一方剧有平八 这盘棋可能是第四盘下的 双方第四盘 在前面三盘棋当中 河南队先赢一局棋 对 河南队的党飞大师 赢了上海队的赵伟大师 所以这盘孙永征特大也是直红 也必须去争胜 对 孙永征以往象甲是比较稳定的 他也曾经在2007年左右 获得了象甲的胜利王 他获得过一次 这个也可以说代表了最高水准 这盘棋就是孙永征必须要争胜 对 三兵 对于他来讲压力比较大 他走了一个想走武器炮 先走一个边马 对方不给他走正规武器炮的机会 对 他走向三进武 对 向三进武是老招 一般黑方走足以进一比较多 足以进一就容易形成最常规的武器炮 对 这个三向一捕 红方可能选择的线路 就是相对就少 但是到底怎么选 又要去争胜 这个孙永征就是有点临场 可能不好去掌握了 对 他走的是居酒精一 因为炮八进四 是这个局面最典型的走法 也是老谱当中出现最多的 但是他可能想到对方有准备 而且这个棋平稳 容易平稳 这棋容易平稳 容易平稳 所以他就不愿意这么走 因为要争胜 就感觉这个动作比较缓 然后红方就选了一个居酒精一 那黑方是四季五 对 黑方不是 这个都是属于也比较常见的 然后红方如果走居酒平七的话 这个倒是一个课题 对 这个局面也很多高手下过 黑方有马三斤四或者居一平四 还有炮八尖二 对 炮八尖二 就是这个走法 红方倒是有一个稳固的先手 但是棋局也是比较平稳 趋向缓和 红方是有稳定的先手 但是局面不容易发生特别激烈的战斗 也不是特别符合这个红方的局面精神 就是红方要争胜 他要走得激烈一点 所以红方选了炮八瓶七 这就变成了先炮八瓶七那个变化了 黑方也是马三斤二 这个必须要走 对 跳马 否则红方居酒平八 红方这个时候在居酒平六 黑方在炮八尖四 对 炮八尖四 上面都是非常常见的棋谱 这个棋谱 最早我们写的布局书里面 把他定义为骗招与对策 骗招与对策 对 这个炮八瓶七 就这个整体的思路 对 但是走到这个行的是一个正行 是 就是黑方完全可以应战的这么一个开局 红方接下来主要有两种攻方 马三斤四和鞠六斤五 鞠六斤五 这个棋又太简化了 对 这样他 对方正好有一个进马灯 你这个炮也不好逃 要交换的话 又是相对于简化平稳 交换 他把你蹬掉 那红方这个冰也不能不吃 对 平静静静吃掉 那黑方鞠六斤三 就把你抓回来就可以 最简单的 鞠六斤三 对 这个棋就是 之后这个变化 大概就是拆炮 吃掉你 鞠三斤五 对 吃掉 你只能飞向 人家鞠三斤一退一步 这个局面 黑方应该说 也非常的公稳 红方虽然说也没毛病 但是想进一步扩大战果 应该说是非常困难 所以红方也是 没有来选择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说 黑方的满意 红方基本上没有先手 但是红方也可以 基本上立于不败 这个要是想求和的话 红方可以这么走 对 他俱乐镜这个选择 这个变化相对于简单 对 那么除了俱乐镜五 就红方就只能马三斤四 对 马三斤四 好像不容易有第二种走法 第三种走法 马三斤四呢 这个就是想跟对方呢 直接去进行这个中军的拼杀 对 那么走到这儿呢 你是想拼 但是对方呢 是想稳 所以黑方呢 选择这些变化呢 都不是那么凶 但是也免里藏镇 对 黑方是 因为最凶的就是打兵 对 这个棋呢 早期呢 下过棋盘 黑方呢 输得多 但是这两年呢 有一些这个 啊 胆大 有实力的选手呢 他也去强行去打这个兵 对 有些改进的走法 吃掉 吃掉 马上先将一步 打一将 他再登掉 然后再 红方G6进5 他马上进一登 然后红方有 抛7退1 退炮 对 黑方这个时候有抛2进2 对 抛2进2好像是后来改进的一个走法 还有抛2进3 最早 王天一下过这个抛2进2 对 抛2进2 战胜了对手 但是这里边这个棋啊 错纵复杂 嗯 这个棋呢 就很微妙啊 早现在这个棋感觉黑方很危险 但是后来呢 大家通过不断的这个拆解呢 认为黑方呢 也有比较强的反弹 嗯 但是刘明呢 他是一心想稳 他不走这个 给你这个乱战的机会 所以弄的孙永征呢 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下向起啊 我们必须要知道啊 这个叫局限性 是 每一个对局 他都有一定的限制 对 不能够完全体验出双方的水平 对 但是你的综合的实力呢 会有所展现 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 那红方马三进4以后呢 黑方就走了一个马尔基尼去登兵 这是一个先手 这个策略本身也是可以的 红方这个棋如果想变的话 我觉得可能应该抛弃平六 抛弃平六 这个变化呢 可能更取决一些 不见得抛弃平六 这招棋有多好 对 就是这么走呢 可能使这个局面啊 没有马上简化 嗯 但是抛弃推移也并不是说简化 他是抛弃平八 抛弃推移本身也没有作用 黑方这个抛弃平四呢 也是有备而来 对 这都是很多前人走过的一些棋 对啊 我十几年以前就走过这个 跟着棋 完全一样 是 刘明呢是来自宁夏的选手 西北汉的 今年也三十好几了吧 三十大几了 应该说作为一个业余的好手 陆林好汉 挤身于向甲联赛的队伍当中呢 也确实呢 这个为数不多 有这么几个人 但是刘明呢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 在棋上呢 天才呢也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呢 在向甲当中呢 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呢 还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宁夏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祖国这个 比较靠西北的这个城市 人口也不是很多 人口有三百多万 他是不是宁夏这个第一位这个 这个相应大师呢 宁夏有一个王贵福 这个原来是上海的知青呢 插队到宁夏去 这个刘明的老师呢 叫任建国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老大哥 曾经我们在邮电队的时候呢 在一起接受过 现在也是宁夏整个这个自治区的这个相亲协会的主要的领导啊 因为这个去年呢 也非常有幸我和柳华老师啊 去这个中国棋牌西北去西部 西部行去西部推广 其中就来到了宁夏的雇园和宁夏的银川 进行了两场车楼战的推广啊 对当地的民风呢 那个淳朴啊 有了一个更加切身的这个体会 确实呢 我们这个宁夏呢 有很多的相亲爱好者 我们呢也是得到了当地的 这个其有的热情的这个欢迎 是 但是宁夏的整个呢 人口呢不是很多 三百多万 这个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呢 这个算人口比较少的这个省份了啊 呃 宁夏的相亲高手呢 历史上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 但是宁夏的爱好者却很热情 哦 这样 这个人数也很可观 黑方走炮二近四啊 这个棋呢就是与这个炮呢 形成了一个呼应 对 这个棋许云川呀 特别早的时候走过一个十四近五 不是 哎 十四近五这招棋 他是对这个万春林下的 万春林大师当时就打了 对 然后鸿方就冰三级一鼓 冰三级一鼓 他先泡泡进五打了一下 对 他先进泡打 然后对方 泡泡瓶六 对 他就给对了 然后他就举了举了进五 结果鸿方呢就有很多先手 有很多反击的这个手段 但是四四近五这个棋呢 这个孙永生也可能怕慢 觉得这个动作是不是慢 对 黑方选择也挺多的 对 所以说捕士呢 也不符合鸿方的需要 鸿方觉得这个棋要赶快啊 要拼起来 他就是心态上肯定有些变化 对 所以说孙永生呢 刻不容缓 就是兵就冲过去了 这儿呢 一场激烈的战斗呢 就势不可避免的呢 这个展开了这个交锋 对 炮瓶五一江 红方四四近五 对 炮八瓶六 鞠二进九 对 一个交换 这个刘明呢 他这个老师啊 这个 人战国老师 我刚才口误 对 说这个人建国 应该是人战国老师啊 这个人老师呢 对他这个学生呢 也非常肯定 对 他说刘明这小伙子啊 下棋呢 也比较认真 比较执着 对 他这两年的联赛发挥 也是比较出色的 比较稳定 就说他也很踏实 对 熟读兵书战策 确实呢 这个地方呢 红方呢 这个走的这个攻势很猛 但是呢 黑方呢 也是以牙还牙 丝猴呢 就不退了 好 那么走到这儿 红方呢 就没有走这个 冰三级 对 看着好像可以吃过过个冰嘛 冰三级 是不是怕黑帮也 组五级这样冲选 对 冰三级对方可以组五级 这个也很复杂的局面 组五级 这个旗啊 我跟那个深鹏 对 你好像下过一盘这个旗 特别早的时候下 后来把这个军队了 对 更早的时候您跟我们讲过这个旗 然后是 因为红方虽然过个三冰 但是黑方这个 也是有冰族的这个物质力量 黑方这个旗呢 应该说也是不错吧 行事 对 红方这个旗没有丝毫把握 因为你要出将 它可以泡我瓶酒 对 这个地方黑方呢 由于这两个炮啊 把红方这个冰线呀 整个站住了 是 红方呢也不好去发力 好 实战当中呢 黑方就走狙六进五 对 他就强行去 去这个想打动这个冰线 对 对方这个对攻 他想尽快开动这个冰线 对 那走到这儿 黑方到底该如何应对呢 好 我们稍后呢 将为大家呢继续讲解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这个激烈的中局对垒 对阵的双方呢 是上海的孙春中 对阵厦门的流明 红方走狙六进五了 黑方就没有走足五级 其实足五级呢也是可以 这个旗呢就占现场 对 也没有问题 黑方呢由于当时呢 这个旗的需要呢 就说我下成何旗呢 也是可以 所以黑方呢就是攻守兼备 对他直接就鞠一平四对鞠了 嗯 红方这个旗如果对了鞠 可能双方呢这个整体的 这个对比呢也是接近 这个可能下成这个 红方从旗里上来看 对了鞠呢是可以下的这个旗啊 对 就是双方兵族呢也接近啊 这个战线呢还将非常的漫长 是 将是一个残局的大战 但是红方呢当时是太想求胜 所以呢冒险呢就把这个中族呢杀掉了 嗯 结果这个旗啊就变成了一发不可收拾 黑方这个后面之后的反击还是挺 非常严厉的 对 非常的凶快啊 嗯 这个旗呢就是说 普通的招呢肯定是不行 对 你炮打别冰这些都不行 那这个 红方这个冰的速度太快了 嗯 你这个也将呢形成不了真正的危险 嗯 所以说红方在类似的局面下呢 就是说应该慎重 对 为什么吃足就不行呢 或者说能够遭到黑方的严厉的反击呢 嗯 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就是说对方不可能你一吃足这个炮又跑 对 跑开那肯定是危险 让你中路的攻势这么强大 嗯 那么黑方一定会有紧凑的后续的手段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红方凡是采取这个比较凶的手段的手段 嗯 一定要慎重 那黑方就选什么呢 他选马一进三 正好是个沙棋又看住中炮 对 沙底市 这个就是黑方非常严厉的一个后续的手段 嗯 那红方也只好出帅了 对 因为这个老帅在外边要相对安全一点 嗯 黑方接下来走 黑方走一个局势进五 局势进五 嗯 继续捉马 这个棋呢也很关键 如果直接打兵 怎么样 唐大 打兵 你对这个棋 他可能是 顾红方有个送炮浆的棋 嗯 红方 所以说红方这里呢有这么一个先手藤挪 主要是把你这个炮换掉 之后黑方呢就显得有一点吃紧 对 黑方这个没有很好的组织到攻势 对 所以他不着急这个 所以这个炮六平三呢 要不要急走 要先把这个炮八进七的手段呢给他避开 先走局势进五来捉一下马 他这走法也很巧 就是 如果你红方逃掉了 黑方可以再打 对 再打就厉害了 你这个像逃不掉 是 一打僵 然后这个还有批僵 还有G六平七 这些手段 对 这个棋红方呢就 眼看着就杀破的地方 因为这个一打僵 这个老件就虚浮了 这个地方有很多手段 这个太危险 但正好红方 G五特二对居也不行 G五特二 对 G五特二对居 他正好有个炮六平三 他也简单的打 对 使这个G啊暗中生根 是 你一吃G 他打一将登回去 是 黑方呢在物质上呢 就有比较多的获得 红方就等于走了半天 忙活了半天呢 你没有所得 又丢相又丢兵 这个棋呢就坏了 所以他也来不及对局 所以红方呢在 这棋还挺为难的 对 无奈之下呢就选了一个G五平九 就说孙永中这个棋呢 下的是比较的凶 但是呢却有一些勉强 是 黑方这个布局选择还是 黑方走得比较正 对 他没有毛病 他这个攻守兼备 对 他没有给你呢 机会 所以这时候红 黑方的G四平六吃马 他看看底下有没有攻势吧 他将了一军 然后落势 对 他拔进西 又将了一军 还得十四进攻补一手 红方这个看着也是挺凶的 对 但是可惜呢 就是说在这个棋啊 只有G炮两个子在进攻 对 G炮呢难以形成这个配合 对方老有这个炮六平三 是炮六平三 这个他还得去解决 这太厉害了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先送了一个骑兵 同时呢 保留这个炮八队伍啊 抽狙 对 这也挺有欺骗性的一个走法 对 那这个局面可以说是犬牙交错 对 红方呢 和黑方啊 这个三七兵啊 全是对着头 暂时谁也不拱 然后红方呢 暂时是少一个大子 这个底线呢 有这么一个闪击 就通过这个狙的轿箱啊 这八楼炮 有这个抽紫的这种手段 那么黑方呢 在这个紧要关头呢 应该说是临危不举 对 我当时还看黑方这个 怕胡方不是有推炮打击抽僵吗 对 我不是还想着 就先俱乐团先守一步 然后 这个肯定不好 对 然后发现胡方是不是还有一个冰三平四这个 这个 就是你单纯的逃跑 对 你就是容易吃亏 是 我只想着 那么黑方呢就是接着使劲 他走一个马 三推四 对 他退马是好骑 这个骑呢就有效的呢防止了抽居 另外 为将来的这个作战呢 又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对 那这个骑红方必须动手了 他再不动手 就少子 而且对方也有手段 是 他就俗性就先把嘴吃回来 打势 再打马 然后对方再飞一下边向 飞边向 对 飞边向呢就形成了 还是四兵见面 对 这还是很难去掌握 这骑 主要 现在这个骑啊 黑方的手段呢 就是如果不走 它有一个灯笼炮 对 然后你飞 它对方一僵 你只能进降 然后对方有一个出降 出降 这是一个绝杀 这是一个铁门 对 所以作为红方来讲呢 必须要解这个旗 而黑方这个 这个两个炮啊 再加上这个鞠马呀 这个配合太厉害了 对 黑方呢就 很厉害 这个它形成这个集团军作传 所以红方呢 必须要解 它是走炮二平六 对 它就先把这肉吃个屎 那这个能否就把这个解了呢 它的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如果你蹬的话呢 对方有这么一个必要的顿挫 先僵 然后它再飞你 等你再僵的时候呢 它可以阳视 这儿老将就不用进来了 对 这个地方呢 红方就可以解开这个困局 这样红方还有对公的机会 对 所以黑方呢就不给它这个机会 黑方就先把这个 它先足三斤一吃 就吃掉 对 那么吃足红方还是不能动 它不好动 主要这个算四平五星不吃 其实黑方呢也可以飞兵 对 你要再不理它就飞你或拱你 红方最主要这个旗啊 没有直线进攻的手段 对 九路蚂蚁出不来 这挺烦恼 对 所以红方就冰三斤一 对 冰三斤一吃一个 它先拱一个兵 希望这个三路兵呢 将来能够更加靠近黑方的老将 对 能够借劲呢 有些劲 好 这个旗黑方呢就走得非常的精准啊 对 它走了一个 它实际上是走了一个炮五推二 对 炮五推二 推炮 这个旗炮五推二 唐南给大家分析啊 这是直接的战术手段 它炮五推二可能就是想下一步这个炮六平五将军 炮六平四 炮六平四 对 炮六平五呢 还不绝对 对 这也是一个手段 是 它第一个 炮六平四先白吃一个子 对 第一个反应就是炮六平四 对 它把这个炮抽回来啊 红方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它的意思是说 逼迫红方这个狙炮就得动 对 是这样一个意思 你不动你也不能金将 金将你就走死了 对 那人在这 降五平六 这下一步以后 对 铁门栓得起 这个摆头炮 咱们炮五平三都很厉害 对 它第二个手段呀 就是你炮一走以后 它就炮了平五就厉害了 对 炮了平五将 主要你上次平五 这个又是铁门栓 它还可以随时出降 对 你要是 它这么一将 对 就像你说的啊 它这么电 它有一个炮五平六 这可能还是 就危险 就杀齐了 对啊 就是红方也很难解 这炮了平五也很厉害 对 它第一个是炮了平四 所以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红方就陷入困局了 它这个推炮僵也没有僵 它就上个僵 还是没有后续的这个防守的手段 对 所以走到这儿 红方就很难办了 所以说 宋仲仲呢 想了半天也走不出好期来 对 它最后走的是 它走了一个炮五心一 炮五心一就速败了 对 它就是想防止你这个平两个炮的这个手法 对 这个旗啊 就当时看能不能下冰 你这么僵 它出降 进降 你要出降 它还有这个什么抽泡僵 这个冰还可以 下冰僵看能不能够上 其实黑方就是这个第一反击 最简单的一将 就把他嘴吃过来 把这炮打回去 你就没有机会了 对 所以说它下冰来不及 这个地方呢 那个炮又收不回来了 所以它实战走炮五心一 炮五心一 这个旗啊 可以说这个办预定 对 因为红方呢 毕竟这个进攻啊 过于勉强 而黑方啊 我觉得这个刘明啊 这个一个是对居 居私禁武 然后走这个 好 马三推四回来 回马 回马 回马第二期走得最为传神 对 攻守兼备 化解了红方呢 好 并不成熟的这个攻势 对 看来就是红方在 必须要争胜的情况下 这心态一着急 这个走法 对 这个 孙永征呢 这个也是全国军 这个上海队的主力 是 也是常年的征战向甲 这个十几岁呢 就进了上海队 这个也是95年呢 获得的相级大师 应该说是九军沙场 一个老象 向甲的这几年的表现呢 应该说是比较稳当 对 但是今天这个棋呢 它必须要拼 这个拼的呢 就是有点过了 对 这个也是为了全队呢 去拼搏也没办法 其实上海境外参队前六轮 还是发挥不错的 嗯 也是排名在病位第一啊 上海跟杭州 嗯 还有这个 河南 厦门 厦门对 上海就三个队伍 应该说这个 这个 向甲呢 进行了六轮 对 现在呢 这个 初步的 展示了一下这个 起手的实力 是 但是由于这个对手不同 对 还有这个 这个开始大家呢 没有完全展开拳脚呢 嗯 向甲呢 一共要进行二十六轮的比赛 根据我们赛程的安排呢 将在这个十二月底呢 才接触分晓 对 先是打二十六轮的这个 双循环的 就是常规赛 然后 之后是接触赛 嗯 前六名在争夺呢 最后的这个座位的排次 对 所以说这个最后的争夺呢 是非常漫长的啊 会体验 起手的这个综合的 这个能力 好看 队伍 炮六瓶六瓶七都一样了 好 对 最后这个将 正好有个马四尖六的棋 马四尖六 双杀 马六尖七 首先是第一杀 这个棋没办法去 对 如果你光守这个 都能守住 将来人家一降五瓶六 还是铁门帅 那些棋 你这个兵够不上 所以最后 它是这么降了一群 然后这个炮六瓶四 这个棋呢 黑方就很简单 对 是降 你飞哪个像呢 也不行了 它实际上是下三进五 对 这个地方先打一下 可能更好 对方先吃了 也不影响中局 对 因为这个地方 下部黑方降五瓶六 就是绝杀 是 红方下兵 就是防止他出将 但是黑方 对 先一瓶这个 红方就认负了 对 为什么认负了呢 你只能走这个了 对方最简单呢 居六瓶七 就把这个兵吃了 对 先不着急吃 对 吃兵也可以 对 这个你过来对军呢 他就足三级 你也没得走 将来他把军队了 双炮双鸣也必胜了 红方这个 居兵的威胁也没有了 对 所以走到这呢 黑方呢就取得了胜利 对 那么这盘棋呢 最终是黑胜 本场比赛呢 最终是厦门队呢 以六比二 战胜了上海队 对 但是上海队呢 在随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呢 以六比二呢 再次搬回来了 是的 因为这次深圳的赛会集中制呢 也是得到了这个深圳保安区 这个体育局 也就是文体局吧 这个大力的支持 和这个大力的协助 对 应该说跟这个赛会的棋手呢 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使我们能够安心比赛 那么这次比赛 上海队呢 第二场呢 就怀疑颜色了 那么最终上海和厦门的两场是打成了平局 对 跟河南 好 那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好 朋友们感谢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